为苦难者送去安慰 为无家可归者提供妻身之地 帮助穷人中最贫穷的人 这就是特雷莎修女一生的工作 特雷莎修女原名艾格尼斯·钢查·伯加丘 1910年8月26日出生在马其顿 一个阿尔巴尼亚中产阶级家庭 是家里的第三个孩子 她在18岁时决定成为一名修女 她加入罗雷托修会 先是作为学生 后来在印度加尔各达的一所罗马天主教女校做教师 伯明汉大学的格西姆·埃尔品教授说 她后来离开教职 全身心地在当地平民窟中为穷人工作 创办了一个新的教会 仁爱传教会 特雷莎修女所建立的教会 和加尔各达和印度当时的欧洲教会不同 她相信通过在加尔各达最贫穷的地区 能够更好地为人类服务 她以自己的真诚做到了 让人无法不赞美她 特雷莎修女必须抗争 先是与罗马天主教教会当局抗争 争取获得做人道主义工作的许可 然后是在印度与当地人抗争 他们认为她是要传播基督教 但他们很快就意识到 她无非就是要生活在穷人中间 缓解他们的痛苦 特雷莎修女的工作 反映出一种独特的生活哲学 特雷莎修女有两个方面 其工作的宗教方面 以及人道主义的方面 这两个方面是联系在一起的 特雷莎修女以简单但是深厚的哲理 表现出了她的生活哲学和神学观念 特雷莎修女1979年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 在典礼上她谈到了传播和平 人类互爱的喜悦 以及将最穷的穷人 视作我们的兄弟姐妹 2003年 特雷莎修女曾经受到教宗 约翰保罗二世的褒奖 今年9月4日 教宗方济各将在梵蒂冈 为她丰盛 阿尔巴尼亚总教区大主教 恩继尔·马萨弗拉 称丰盛是莫大的荣耀 这位看上去身材弱小的妇女 实际上是一个伟大的人 被称作人类母亲和世界的母亲 她为丰盛是莫大的荣耀 也是对我们阿尔巴尼亚人的恩惠 无论属于何种宗教 都应该像特雷莎修女那样 视她为神爱和帮助他人的楷模 她当年创建仁爱传教会时 最初只有20名修女 如今教会的活动 已经扩大到了130多个国家 有4500名修女 像最穷的穷人 特供无偿的服务 VUA卫视为您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